開一個長途從高雄開到那個台北來 開了快要六小時 他那台老爺車 冷氣幾乎已經快掛掉 到了台北他做一件事就是 哇 冷氣 他跑去那邊吹冷氣 去那個冷氣口這樣吹 哇 非常心曠聲音 可是不久之後就出現 我剛剛講那些什麼心悸啊 頭痛 嘔吐的那些症狀 夏天的那些熱傷害 其實是兩個因素 一個叫做溫度 一個叫濕度 所以大家一直以為說 我們很多熱傷害 熱重死 容易發生在戶外啊什麼騎腳的 其實很多室內熱中暑 室內熱傷害也會發生 甚至開車都會開車到快要熱中暑 我就補充一個案例 那一天我夜間門診 那來了一位五十幾歲的大哥 他來的時候就是臉色蒼排 人很累很累 然後很不舒服 然後有一點心悸不舒服 然後他說他已經吐了很多次了 我問他怎麼一回事 他說他今天早上開一個長途 從高雄開到那個台北來 開了快要六小時 他那台老爺車 冷氣幾乎已經快掛掉 可是那是一個很熱很熱的天 這時候怎麼辦 其實我建議這時候要把窗戶打開 讓它通風 可是他又眷戀那一點點冷氣 你知道他就捨不得它跑掉 所以他是整個悶在那邊 可是他還好他車子裡面有很多水 他是有喝水的 會一直灌水 也是會流汗的 到了台北他做一件事 就是哇 冷氣 他跑去那邊吹冷氣 去那個冷氣口這樣吹 哇 非常心曠聲音 可是不久之後就出現 我剛剛講那些什麼心悸 頭痛 嘔吐的那些症狀 他太太說你忽冷忽冷 應該是感冒了 趕快來看我門診 我後來跟他講 這不是 他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熱衰竭 我們所謂的熱衰竭 跟熱中暑差別在哪裡 熱衰竭是第一階段 就是大量的冒汗 大量冒汗排散熱 可是你一個是補水不夠 第二個是沒有補到電解值 我們要補一點運動 他可能出現一些低血鈉 或低血角就會出現這樣子 這是第一個 他會覺得很累很不舒服的症狀 那種所謂熱中暑是到最後 已經沒辦法散熱了 沒辦法排汗 那他中心核心體溫就開始燒燒燒燒 燒到四十幾公里 人就快昏迷 這才叫熱中暑 那第二個他有一個問題是冷氣病 我們很熱的地方 你去突然給他急速降溫之後 你血管就會收縮 你的治癒神經就會出現一些失調 然後出現一些 那所以你剛剛說你去吹 奇怪冷氣為什麼我還是很熱 對其實那個就是冷 我們講誤差 如果說溫差到十度C以下 瞬間的降溫就會出現那種 自律神經失調的冷氣病 頭重重的想吐 然後就是奇怪 就是人很不舒服 像感冒那樣的症狀 我後來是補充了一些電解值 那另外就是叫他 那個回去之後大概慢慢休息 自己慢慢就會恢復 不是在哪裡昏倒 是在拍戲的時候 然後在 對 數音下 那已經在數音下 反正你覺得沒事 然後你就在那邊 就算很昏 好昏 然後就砰 就倒了 數音下還昏倒 對 就是覺得那樣子 覺得很悶而已 然後那一刻 我真的是完全都失意 等到我有意識的時候 我已經是躺著 人家在幫我三娘吹風 我覺得是重視 還是說你早飯每次昏倒而已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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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很多 不是 這重點是熱衰竭 就是太熱了 溫度太高了 演員最可憐 如果現在外景要演古裝 在樹林裡釣鋼絲等等 這沒辦法 不定中暑 這真的中暑 太可怕了 非常辛苦 今天要來告訴大家 有哪些疾病 其實可能是 耗發雨下季 我跟你講 我的人生真是 只有變胖的過程中 是一帆風順 不是 不是 瓜哥 我必須要告訴你 沒有安住 對 夏天不是要小心 大家要非常小心 大家以為是心肌梗色 腦中風是冬天耗發的 很像是 錯錯錯 在夏天也是耗發 心肌梗色跟腦中風 我們的心臟跟血管 基本上它是一個調節的東西 尤其這個血管 它要能夠收縮 能夠放鬆 它是有調節的 所以有些老人家 他已經有點動脈硬化了 動脈硬化的時候 血管就沒有彈性 沒有彈性的時候 你突然間在很熱的地方 突然間在很冷的時候 熱脹冷縮的原理 它一下子 你有辦法去調節的時候 就會出現問題 我要講個例子 就是一個30多歲的年輕人 北漂的孩子到台北來 找一份工作 好不容易做什麼呢 就在蓋大樓 但因為他剛來這個工地 所以他跟旁邊的人都不熟 那也第一次到這種工地 就在這種天氣裡面 走進去了 然後羞涩 自己也沒帶足夠的水 又在二 三十樓上面工作 他就一個人在默默地做 默默地做 被發現的時候 已經倒在那個地方來了 上到急診室的時候 天啊 溫度剛才是37度多 這個病人已經到了40度多了 好高啊 40度 對 那這就是典型的叫做 熱中暑 那我們講 除了急救之外 就開始來慢慢散熱 趕快降溫 補足水分 那才有機會 那所幸這個是個年輕孩子 那電局了之後 CPR了一下之後 慢慢地降溫之後 他還好過來了 對 我自己孩子就發生這種事 五六年前 孩子開始在美國念書 回來過暑假 然後暑假我帶他去日本玩 結果有一天去坐地鐵 他就在地鐵站這麼多人面前 躺在地上 像蘇五分打滾 打滾這樣摸頭這樣 頭很痛 趕快叫著進去到醫院去 醫院就在打點滴 後來發現是熱衰 熱衰衰衰 晚上還要看電腦 白天還要起來玩 你是在抱怨的 這是醫師說的 就是他一定晚上沒有睡覺 睡了不夠就更多 白天水量又不夠 所以突然那個水分不夠 就會痛 然後地上打滾 其實夏天 不管夏天或冬天 你平常就要適度的維持 一個運動的一個習慣 那有些族群的人 他可能平常就不太能夠運動 比如說我要舉的例子 因為病態性肥胖的病人 他本身的肥胖就是生病 所以他平常也不太能夠 把自己的一些心肺功能 利用運動調節得很好 那我一個40歲的一個女性 她開完減重手術之後 在一個月後被送來急診 意識不清 喘的一個狀況 結果急診媽做了所有的檢查之後 發現她是一個 小狀風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病人本來有高血脂 所以她回去的時候 我們醫生有耳提面命 跟你說要多補充水分 你現在再會呼吸要補充水分 可是她就是盡量少吃 盡量少喝 然後又急著享受 又運動 又出汗 那出汗之後 現在她又補充水分補充得過少 又本身有高血脂的狀況 就造成她血液濃稠度過高 這時候就變成一個 小狀風的一個狀況 所以她入院之後 我們就趕快幫她補充水分 補充足夠的水分 再打一個血栓溶解劑 那這樣子的時候 她很快就可以恢復了 其實你的體液夠 跟你的循環很重要 你一直熱的時候 身體會代謝很多廢物 你的那個水分不夠的時候 它沒有足夠的那個載體 去把你這些東西帶到 比如說皮膚 發汗發掉 帶到這個腎臟 把牌尿排掉 所以尤其是夏天的時候 你一定要適度的補充一個水分這樣子 對 而且是分 不是集中 你說三個小時再喝很多 他還講話好像喝水 他也想太多一下 其實你說15分鐘 20分鐘 你就要補充水 因為一天的水分慢慢 這樣才容易吸收嘛 尤其像蘿莉塔啦 你啦 外景應該有上過嘛 對 要要要 外景有時候很熱對不對 對 你的外景跟我外景比較不一樣 我外景這個單元弄完了 它要陳色道具 所以我們要進去宮廟休息 已經一兩個鐘頭都試了 要進冷氣房做的感覺 就會拿毛巾披著 真的 很容易不舒服 披久了 披大概10分鐘的 你體感也差不多 就跟裡面的冷氣又結合了 好 差不多半個鐘頭 弄好了 準備出去第二個遊戲 你又要衝出去開始到那個30 重新適應 那我們就會進來 趕衣服換掉 毛巾 鼻子 真的啊 真的很容易生病 我再講個故事嚇嚇大家 一個50多歲的一個 這個中年人嘛 那他本身有高血壓跟糖尿病 沒有錯 但他是一個孝子 那麼在大熱 在這種大熱天 他就中午正中午出去 孝子是孝順他兒子的 兒子在家裡頭打電視遊樂器 他出去買便當給兒子 不對吧 走回來的時候 另外兩個便當非常熱 全身已經是 像我們這種胖胖的人走出去 一下子就全身大概就是汗了 那這時候他家因為住在2、3樓 所以他要慢慢的爬樓梯 走樓梯 所以他要慢慢走上去的時候 已經很不舒服了 而且曬過了太陽裡面更悶了 是… 所以空氣不流通 它很不舒服 結果門這麼一打開 一進去 他兒子玩電視遊樂器 那冷氣開得很舒服 這麼一熱一冷 在剛才那個出汗的時候 巴喳一下子 就不行 心臟血管就 一下子沉浸 就好像類似發生心肌梗塞了 非常恐怕 首先他常常看我們的節目 他知道 他兒子看到症狀的時候 反而想到說 這要趕快去急救他 急救的方法是 趕快把液鈴打開 先給他喝一點溫開水 因為突然熱 突然冷的時候 一下收縮的時候 趕快給他喝溫開水 可是他捨下含片 趕快送醫 他後來做了清島館 放了兩個支架 把命救回來 但這些東西都是在夏天 這種熱脹冷縮 忽冷忽熱的時候 隨時會發生的可怕現象 最近這個天氣真的非常熱 有時候你出去室外 開個車子 你就看到它那個溫度 顯示機長 哇 3839室外的溫度 超熱 那體溫失衡的時候 其實要小心 會引發一個熱急症 像我們急診 常常會出一些醫療隊 那我們之前就是去參加 新北的一個很大的 馬拉松比賽的醫療團 那在總戰醫療站那邊 就有一個30幾歲的年輕人 他是那一種看起來很精實 每天在跑馬拉松的那一種 到終點已經到了之後 他說他頭有點暈 那工作人員就趕快推著輪椅 就過去讓他坐 然後他工作人員說你怎麼了 他說我頭有點暈 站不太住 然後講完話 工作人員從那個終點線 要移到我們的總醫療站的時候 30秒而已 他就整個人就完全昏倒 那個昏倒是 不是像五熊那是暈厥 暈厥他是整個姿勢史上 他是真的 完全陷入昏迷 就叫疼痛什麼都沒有反應這樣子 那一量體溫就42度 因為他是高運 就運動賽事之後的 這很明顯就是所謂的熱重暑 他整個意識狀況會產生變化 有的人是會口齒不清 有的人是會意識狀況混亂 人時實力搞不清楚 那像這一種是完全昏迷的 那我們當下就是趕快給他 先放到陰涼處 然後讓他躺床之後 就是給他用那個 然後開始降溫 那我們醫療站其實有點滴 那輸液其實是比較 稍微比較冷一點的 就開始給他打上去之後 然後做緊急的降溫處理 放冰袋 那差不多五分鐘而已 他體溫從42度 馬上就降到39度 非常快 39還是很高 39很高 可是其實對腦部的傷害 就是只是那短暫一下子 所以他39度 其實他人就開始可以有反應 然後我們那時候也是 緊急跳救護車 那他救護車快出門的時候 馬上就降到38度多 人就已經可以開始跟你講話了 對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 很危急的情形 像這一種熱中暑的情形 最重要的還是要搶時間 像之前有遇過另外一個是在醫院遇到的 七十幾歲農夫 他是去種田 然後不知道 你知道倒在田地裡多久 鄰居要去旁邊的田要送飯的時候 發現他鬧結的人都在那裡 對 然後趕快送來醫院的時候 也是42、43度 那個伯伯就是從頭到尾都是昏迷 我們幫他降溫 打點滴什麼 做了很多 然後最後其實 他後來就是 肝也衰竭 腎也衰竭 紅胸肌溶解 那一直都沒有清醒 住到教育病房兩三天之後就走了 因為你想想看 你的組織很多都是蛋白質 蛋白質太熱變性 你把一個蛋放到鍋子裡 煮成荷包蛋 你再把它併到精水裡面 它也不會變成原本的蛋 夏天到了 我們在急診病人一進來之後 他不管什麼不舒服 他第一個會跟 大部分人跟你說 醫生我中暑了 確實這個不要說中暑 跟熱產生的傷害 其實是機會確實比較高 那我曾經在一個晚上 他大概是10點鐘一個中年男性 看起來很重 皮膚黑黑的 然後走進來之後 他進來之後 第一句話也是一樣 他說醫生醫生我很不舒服 我說中暑 他那你躺起來看看 是哪裡不舒服 我就頭痛 全身痠痛 全身無力 嘴巴很乾 他說我在白天在做工地工作 出眾的 工地工作 大太陽 然後問他有沒有喝很多水 他說我有我有 我雖然喝很多水 但是我今天回去之後 躺下去沒有吃晚餐 還是很不錯 我就有中暑 我要打點滴 那那個時候 我們就幫他打點滴抽取 就開始在做詳細問診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講話 不是那麼流利 好像有一點點那種大舌頭的感覺 那我們聽到講話受影響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要幫他做一些 很詳細的神經檢查 所以那個時候 他其實不只是個中暑 他其實是一個小中空的症狀 天氣很熱的時候 他水分不夠 他出現一個 呈現一個脫水狀態 那脫水狀態 我們血液的黏稠度就會提高 那你本身又有一些這個 什麼代謝疾病 血管比較狹窄的話 就有些小血管就容易被塞住了 你如果完全自自不離 風險一直都不再去控制它的話 一年之內 變成完全中風的機會 其實有人統計 會近乎兩成多到三成 夏天很難分 你到底是熱衰竭要熱中暑 對不對 跟中風 不過衰竭跟中暑 它是一個很明確的一個 定義上的分野 馬上有人來解釋 馬上有人來解釋 有板斑 因為大家都很喜歡說 有中暑有中暑 當你跟醫生說你中暑的時候 你就不是中暑 只要是熱的病 叫heat illness 那但是最高級的話叫 熱中暑 這個有定義的 就是說你會 體溫超過四十度 然後你整個人會意識不清 對 熱中暑 這個才是真正中暑的定義 所以我們 可能因為熱產生的不舒服 蟲最輕的就是熱 那田醫師請問這種情形 大部分是不是在田裡工作 或者是阿兵哥操兵這種長期 或者是蓋工程的工人 還有操場生棋 對 我操場生棋 那直接上了 人家工作是八個小時 你蓋房子的不是 你不是招官長 所以熱中暑四十度超過 超過 然後意識不清 那可是我們通常因為熱 然後產生的不舒服 最多最多到 熱衰竭的程度 因為如果你真的中暑的話 你不會講你中暑 那我要改口說 我熱衰竭 聽起來很嚴重 我熱衰竭 然後熱中暑最嚴重 熱衰竭是忠誠的 對 忠誠的 然後這個的話也就是會 頭暈 頭痛 然後這個時候就要趕快把 這樣的人移到 甚至會給他潑一點冷水 缺電風扇 然後趕快給他補充水分 那如果這種是在老人家的話 散熱能力很差的 很快就會暈過去 所以通常在熱衰竭的 然後你又是在戶外的話 趕快就是要叫119 或是趕快就是送他到醫院 對 那這個的話很常見 就是像體育課很熱 就是升級昏倒的 對 升級昏倒 或者是說那個腳會抽筋 跑一跑抽筋 那這個很簡單 就是補充水分電解質 那我們會覺得很嚴重 是因為這個中暑 真的進到中暑這個定義的話 熱中暑的定義的話 其實死亡率是很高的 所以我也有遇過 真的是被那個電熱毯 弄到熱中暑的老人家 最後還是死亡了 因為他會腦 心 腎 肝 肝 都壞掉 就煮熟的感覺 對 整個就失控了 整個失控了 對 所以中暑是很嚴重的 你今天不講 我們都以為中暑 中暑是很平 稀鬆平 結果真的熱中暑是最嚴重的 所以不要隨便便講說自己中暑 因為我自己本身屬於燥熱體質 我是那種 就是一到夏天 我就會覺得全身上下不對勁 我會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會渴醒 然後我夏天的時候 我的手跟我的腳 也會腫脹的比冬天來的 就看起來像像腿 就是我的手會突然腫 然後腳會突然腫 然後最嚴重的是 就是我的頭會很痛 我就是晚上睡覺睡一睡 我會頭痛醒 然後就覺得整個人就是很熱 然後感覺好像在 好像在沙漠裡面的感覺 然後我就一直 必須要起來喝水 然後其實睡也不會睡得很好 因為你就是一直昏昏沉沉 然後頭很痛這樣子 然後我記得我有一次很嚴重 是我去巴西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也是夏天 然後那時候的溫度大概 也就是台灣的冬天 對 大概三十六七度 然後我記得那天是在一個工廠 然後那個工廠真的很熱 正中午我們去參觀一個工廠 然後我們在那個工廠裡面吃飯 然後那個工廠其實是有通風的 可是真的感受不到那個風 然後我坐在工廠裡面的時候 我整個人是熱到我 就是已經這樣昏昏沉沉 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然後也是食不下宴 根本沒辦法吃東西 然後我就看著天花板發呆 然後就突然 天花板怎麼在旋轉 快速的旋轉 轉超快的 然後我想說這是怎麼回事 我在夢境還怎麼樣 你到底吃到什麼 對 我沒有吃任何東西 我就一直看著轉轉 然後轉到我就覺得自己很噁心 很想吐 我就突然眼神一黑 我就攀軟 我就昏倒了 然後昏倒之後 我其實沒有記憶 我就是當我醒來的時候 其實我是感覺到就是 我旁邊的工作人員 他們都在就是抱著我 然後有人在 好像就是有這個地方有東西 然後這個地方也有東西 然後我就醒來了 我發現他們可能會怕我太熱 所以他們就幫我把扣子解開 然後褲子的拉鍊也要解開 然後這種事 對 我一感覺就 這個地方有東西的時候 我就醒來 就看到有人要解我拉鍊的時候 我就嚇醒了 對 然後所以我第一次這種 感覺我以為是很熱的昏倒 就這樣結束了 對 我是嚇醒 後來我們有去醫院 可是其實沒有檢查出任何的 就是譬如說我身體有什麼疾病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可能我是因為太熱昏倒 然後我後來出外景的時候 我就帶了一個 算是我自己的那個小偏方吧 它叫做濟重水 就是 濟重水 對 它是一種 就是很小一瓶 然後裡面黑黑的 聞起來有點像藥酒 它有非常多種的那種中藥材在裡面 然後你一口喝下去 一口喝下去之後 你會很辣 你的那個這邊會感覺很灼熱的感覺 然後好像喝完之後大概一個小時 你是不能喝涼開水的 對 你只能喝溫熱水這樣子 那會有什麼作用 就是消暑 我以為自己要剪衣服 太冒汗了 就是消暑 它好像裡面也是有酒精成分 那它就是聞起來像藥酒 所以你那天就不會怕熱了 我只要太 就是譬如說我後來因為我拍戲 或是出外景的時候 常常都會熱到就是頭昏 就是昏昏沉沉 所以我只要昏昏沉沉的時候 我就喝一瓶 然後喝一瓶之後 我就昏睡 然後昏睡完好像就好一點點這樣子 對 那你那天是沒工作 你是說喝的時候 有啊 那你喝完怎麼工作 那睡多久 就是就工作完 然後喝 然後喝完讓自己昏睡 昏睡大概三四個小時就醒來了 也就是你那天的所有疲勞就恢復了 對 那也不能一直依賴這個對不對 對啊 好像也不能一直依賴這個 因為其實越熱的國家 他們就越要吃辣 就是為了流汗 因為沒胃口 對 才不會熱跟暈 是 田醫師剛才 你有沒有講到一些重點 就是第一個就是說 像譬如說熱中暑的 這樣的病人 他會熱的 然後是乾的 因為他們也失去了排汗功能 那所以在他之前的話 其實最重要的補充的還是水分 對 那你剛剛的那個狀況 應該是有到熱衰竭的程度 那他們那個地方 因為本來就很熱 所以他要幫你脫衣服 因為他要幫你降溫 對 所以他們應該是很有經驗 那其實在 所以我只要一熱就脫衣服就好 對 然後在我們急診的話 我們譬如說我們遇到熱中暑的 那種嚴重的病人的話 我們真的是會幫他們脫衣服 然後在腋下 鼠膝部放冰塊 點滴用冷的 對 點滴用冷的 然後擦鼻胃 如果有擦管 擦鼻胃管說 我們連冰水都灌到鼻胃管裡面 我們甚至連尿管都可以灌冰水 因為他內臟是熱的 要把它降下來 對 要趕快降下來 這個用退燒藥降不下來 對 但其實我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因為其實我也很容易這個樣子 我不太會流汗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 我都會準備那個退燒貼 小朋友用的那一種 所以只要超過 外面超過37度 外景還是拍戲幹嘛 我都會開始在身體貼 真的 我就一直降溫 就減少刮沙跟頭暈昏倒的狀況 妳貼的不會太悶熱嗎 貼那麼多 不是 他們不是涼涼的 結果還貼錯貼到暖暖包去了 不是 它是 那個貼發燒中的那個貼 它是真的冰冰涼的 現在很多發明是這種的 那個步驟永遠在冰涼的 不過你剛剛講的中藥 我們可以問中醫師 有聽過這種的嗎 黑黑的水 有 那個激重水 它是一個很老牌的中層藥 它那個大概是跟正路玩 或者是三支預算表 很等級的 那長期吃會怎麼樣呢 它比較特殊是 它主要的效果就是治療中暑跟腹瀉 可是它在使用上 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因為它裡面的成分 就像剛才小玉兒分享的是 它有辣椒 有丁香 還有豆蔻 它是比較燥熱 會讓你發汗的 所以最適合飲用的時機 是在中暑前 就感覺不舒服的時候就先喝 這樣效果會比較好 如果說你本身已經流了 一整天的汗 覺得很疲勞 已經開始有脫水的症狀 這個時候再喝 你再讓身體出汗 其實狀況會更嚴重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 按下小鈴鐺 就算得給你 一顆 一顆